全国赛事中难免会出现争议 但当这个争议已经冲击到学生学习足语的自信和荣誉心时 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27号原住民族语言单词竞赛进入决赛 在举行八强资格赛中 有国小队伍因为裁判失误导致落败 28号上午举行决赛最后一天的赛程 就在场外举行记者会表达不满和诉求 拿出申诉单来看 写上了申诉理由以及申诉依据 表示学生回答正确且大声的答案 从3点40分一直到6点半 感觉是我无理取闹 我觉得裁判长秉持着第一原则 你只能针对资格 你只能针对秩序几项起诉申诉 确实对于我们的裁判所判决的那两个题目 确实小朋友所回答的是很清楚的 可能是裁判在当下没有把正确的答案听得那么清楚 裁判确实误判了 就在当天晚间11点半 主办单位告知巴伦国小将该校名次并列第八名 但晋级四强止步也无缘决赛 现场还有巴伦国小服务将近20年的护理师 秉持着对足语传承的责任心 在学校见任足语教师带领学生一路过关斩将 表示当学生听到这样的结果 也难掩失落的心情 我们不接受第八名 我们不会拿着奖项 这是具有羞辱的奖项 如果大家还有一点点 对足语 想要附赠足语这样子一个心 请大家拿出自己的良心来 制度 是死的吗 规定 就是规定吗 解铃人还需系铃人 高难度的赛制 申诉管道却被皮粗糙 帕亚族民族议会秘书长 欧命伟绕也站出来声援 对于申诉方式中 范围只能以比赛规则秩序 及比赛人员资格作出申诉 参赛队伍要服从大会聘请的评审判决 直言评审的判决有问题 难道不容之会吗 不是为了比赛比赛 为了大人的世界里面护卫裁判 因为有交代说 如果我们让这个裁判呈现他误判 他会永不录用 到底是裁判比赛还是学生比赛 那我希望透过这次的误判 让我们明年的赛事更周全 所以我们要提供更好的胜数管道 不管是多元的管道也好 总之就是让比赛可以 让大家都心服口服是很重要的 要心服口服的比赛 记者会中校方也提出要检讨裁判的裁量机制 更要营造友善的公平竞赛 并建立脱善的申诉管道 也要补足大会人力和设备的不足 更强调竞赛中核心的目标 应该是培养孩子们对族语的认同和兴趣 有日新闻点亮及罗外新北市采访报道